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格陵蘭夜晚, 直正而荒凉 北極湖出沒山野間 全球暖化, 他們的生命會不會受威脅呢? 北極光窗遊低平線, 污染惡化 這個奇景可以維持多久呢? 繼續走入格陵蘭 欣賞北極夜空的交響樂 看看自然界如何經歷冰天凍地 革陵蘭與西格絕, 但是左右世界命運 二次大戰, 這裡是兵家必爭之地 納粹德軍和英美盟軍 都嘗試在這裡設置中途站 去攻擊對方 到冷戰時期 這裡就是分隔美蘇的自然屏漿 今天格陵蘭東岸 還有二戰美軍雷達站的位置 而新設的雷達站是全自動運作 監察太陽活動, 如何影響地球氣候 因為格陵蘭的晚上 是觀察太陽行為最好的地方 格陵蘭, 你現在帶我去哪裡? 我們去看極光 你看到現在其實已經出現了一點 很漂亮, 在這裡拍攝嗎? 不行, 因為我們如果要拍照 一定要去一些更黑的地方 最好就遠離一些燈光 好 那我一會或者我們去轉過山頭 完全沒有燈的地方 不過這樣, 現在已經差不多零度了 一會兒太陽完全下山之後 就可能去到零下十度 你準備好了嗎? 不錯, 衣服夠暖 又要拍照相機 鏡筋, 帽子, 手襪, 相機, 腳架 有了 電筒有沒有? 你沒有, 我有 好 出發 好 走一會兒 看到在草叢裡面 有東西動動動, 這是什麼? 這些是北極狐狸 是群居動物 主要在夜間活動 牠們有自然保護色 每年秋冬會換上一身白目 到春夏, 牠們的毛就會變回啡黑色 懂得適應天使 又可以在惡劣氣候生存 傳統外視寂寞人 覺得北極狐很神聖 北極狐主要食糧是候鳥蛋 和北極鋁鼠 自從文明來到格陵蘭 這裡的自然生態開始受破壞 天然食物減少 令北極狐進化到會走到民居附近 找垃圾做食物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狐狸經常見慣人 為什麼牠們看到我沒有反應 不過我看到北極光 我真的有很大的反應 Bernice, 看看那邊… 那邊好像在跳舞一樣 不如我們拍那邊吧 好 極光, 拉丁文叫Aurora 是羅馬神話的曙光女神 代表黎明第一度光芒 亦是代表新希望 秋冬的格陵蘭 只要沒有雲、沒有魚 大部分晚上都可以看到北極光 極光和太陽活動有密切關係 太陽內部會不停地進行核子反應 除了產生光和熱 還會產生太陽風 跟陽光一樣 帶著電子的太陽風會向外發射 不過地球本身有磁場 大電的太陽風會被排斥 只有小部分會在兩極進入地球 形成北極光 一般要看極光 差不多要去到很高的位置 差不多60度以上 就可以看到 在格陵蘭這裡 基本上長年都可以看到 不過有時候就較為強烈些 有時候就較為微弱些 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顏色 有些是綠色 有些是藍藍的 有些是紅紅的 綠色的 那些基本上就是太陽風的粒子 就是跟一些養的原子相撞 就產生一些綠色的光芒 那如果那些粒子去到較為低的地方 或者會跟一些淡氣的原子 或者分子相撞撞的時候 就會呈現一些較為藍色 或者一些較為紫色的光 是很冷的 憑極光的亮度和密度 就可以知道太陽運動強弱 今年是50年來 太陽活動最弱的一年 也直接影響極光的亮度和形狀 雖然是50年最弱的 但是我們一看到北極光 我都覺得很漂亮、很清楚 很難得,一定要再拍幾張照片 看到那裡嗎?一條一條 千萬不要動我 夠…十五秒 很漂亮 你拍照拍一下 你會忘記了這麼只顧著看它 行了,你看 再拍… 真棒 再拍… 這次已經在那裡拍照 好 好… 我來之前呢 我唯一一件事真的想看到 就是那個Aurora Borealis 就是那個北極光 其實這件事你真的不知道 你會不會有機會看到 真正看到是真的這麼漂亮 還有… 真的很有自己的活力 你看看它好像跳舞在天上 那… 希望可以多拍幾張照片 回去給媽媽、爸爸看 因為真的很冷 多久也好,真的很冷 我覺得這個在人生裡 如果可以看到一次 在我來說這多辛苦 這兩個星期裡 我已經很滿足 太陽活動 11年會出現一個高峰 當太陽最活躍的時候 極光亮度和範圍都會變得最強 下一個極光高峰期 在2011年 到時候 我們還有沒有機會看到極光呢 如果二百年前 無論坐船也好 走路也好 要我來到格陵蘭 簡直是天荒夜譚 隨著機械的出現 人類開始用煤、石油等等 這些化石燃料 科技令我可以走到世界的另一個盡頭 不過用這些化石燃料 同時加速了天氣的轉變 化石能源污染空氣 將天空蒙上一層薄煞 同時光害一億嚴重 極光大很多城市 現在已經再見不到極光出現 香港也受著化石能源污染的影響 好像今年的颱風就特別多 從70年代開始 到90年代的末期 那個強颱風的次數 其實就是從大約每年四十幾個 到差不多90個 滿紅、風神、北面、鷹模、黑格比 2008年香港先後受到五個颱風侵襲 甚至掛上九號風球 颱風越來越多、威力越來越強 其實就是人類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後果 我們知道全球變暖 就是大氣層的氣溫上升 而這個上升的趨勢 就是跟強颱風過數的增加 那兩條曲線是非常純合的 所以根據這個結論 他們認為強颱風過數的增加 就是跟全球變暖有很大的關係 下一節,全球暖化對小部分生物 帶來更好的生存條件 挪威的三文魚這麼漂亮 跟暖化有什麼關係? 石油、天然氣這些生活上 不可缺少的能源一直在破壞地球 我們會去看看工業化 和溫室效應之間的關係 一會兒回來,去挪威繼續冰天動地 有人說全球暖化其實是一件好事 它不僅可以為我們驅走寒冬 還可以令植物生長得更好 這類的迷事在近年經常聽得到 事實上由於地域性的差異 暖化的確可以為某些地區 帶來更衣人的氣候 但是如果將這些情況 跟暖化帶來的禍害相比 根本就明不足道 挪威人的飲食文化 相對在歐洲其他國家 例如法國、意大利 其實比較簡單 因為他們在家裡 或者去到餐廳吃東西 其實吃的東西都差不多 就會有一些煮熟的薯仔 煮熟的蔬菜 配一份肉類似的 而當中以三文魚為最主要 但他們吃三文魚的習慣 跟我們香港人 或者跟日本人 其實很不同 他們很少會吃完全生的三文魚 他們會吃煙三文魚 或者煮熟了的三文魚 就像今天這一份 其實是煮熟了的三文魚 上面有一些胡椒和鹽 這樣調味 煮法比較簡單 不說你不知道 原來挪威的三文魚這麼漂亮 其實是全球暖化功勞 有科學報告指出 在全球氣候轉變的影響之下 全球的降雨系統都會受到影響 有些地區可能會變得更為乾旱 有些地區又會越下越多雨 而近年的挪威 雨水就變得充沛 三文魚在淡水河中出生 之後會向大海遷徵 在海洋中成長 長大之後又會游到河裡產卵 這種魚 在很多國家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糧食 挪威的科學家經過長期的研究 指出在這麼多年以來 聚集在冬雪裡的有毒硝酸鹽 會在春天解凍的時候湧入河流 而春天正正是幼年三文魚 最容易受到毒害的時期 但是過去二十至三十年間 氣候變化帶來更多的雨水 減少了河流的酸化 同時雨水又可以沖淡 歐洲其他地區 嬌離的工業酸雨 令幼年三文魚 有更好的成長環境 今天我們來到挪威西南部的碑爾根 它是挪威的第二大城市 人口接近二十五萬 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對外港口 同時亦被很多人稱讚為 挪威最漂亮的城市 挪威這裡有很多港口 而且漁獲很豐富 所以很多港口的當地人 都會以漁業為生 我今天來到布爾根的一個魚市場 這裡有魚、有蝦、有蟹 我海鮮小霸王現在開餐了 這種傳統的魚市場 在挪威已經絕無僅有 全國比爾根就只有這個 它的規模不算很大 但貨品的種類就非常多 而且全部都很新鮮 因為這裡所有的魚 都是本地漁民剛剛捉回來的 好,就讓我試一試這隻北極蝦 謝謝 挺好吃的,不過鹹了一點 魚市場當然少不了三文魚 這裡買的三文魚 大部分都經過漁民自己醃製 由於是家庭工業 所以在不同攤檔的魚 味道也有點不同 買之前再試一試 很好,這個很好 這是什麼? 我剛才試的那種 就是比較常見的養殖三文魚 現在試的是野生的 看看有什麼不同 這隻其實是野生的三文魚 一般來說就不會出口 只是在本地的魚市場可以買得到 這麼大條的煙燒三文 其實大約是七八三十元 蘿蝦幣,就是港幣一千元 我覺得這東西很特別 因為你在蘿蝦以外的地方 是買不到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肉質 是比普通養殖的三文魚 或者其他三文魚 是有點不同的,比較鮮味 這麼難得來到,讓我先買一條 根據這裡的漁民所說 三文魚是牠們最主要的收藥來源 所以牠們對三文魚的生態很關心 其實除了三文魚 世界各地還有一些其他例子 告訴我們 各地區的溫度上升 有可能令一些人或者一些生物 在短時間內有所得益 不過這個見解其實並不全面 因為我們看地球的生態的時候 需要有一個系統來看 例如我們說的動物 其實我們需要看牠的食物鏈 通常一些大的動物 牠會吃一些體型相對較少的動物 所以如果像現在的情況 三文魚的數量激增的話 其實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牠有機會吃魚仔 第二個問題,如果魚仔真的沒有了 其實三文魚的數量相對會減少 三文魚的增加或者減少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影響也不算很大 但我們可以看到 暖化的確會對生態造成直接的影響 如果我們繼續漠視氣候問題 最終受害的就一定是我們自己 在碑爾根停留了一天 我們立即去尋找另一個主題 這次的目標就是能源 由於挪威的能源設施 位置較為偏遠 而且平時沒甚麼人去 所以一般的司機、導遊 都不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 我和Angel會有四處打聽一下 最後,我們決定前往一個 在挪威相當出名的能源生產城市 Moder 很多石油和天然氣的工廠 都在這裡 雖然當地人跟我們說了工廠的位置 但我們人生路不熟 要去到目的地都不是那麼容易 幸好有衛星導航 可以跟著地圖走 在二十多年前,挪威人發現自己的海岸 原來有極豐富的石油穩陷量 自此石油就成為了這個國家 最重要的經濟支柱 一份石油地質調查報告指出 全球未被發現的石油當中 有25%就是儲存在北極圈 而挪威北極圈的生產權 就有60億桶 所以在未來,挪威仍然會是全球石油 最大的供應商之一 研究指出,全球暖化 很可能是和人類大量使用石油有關 說的不僅是開車會排放廢氣 而是在石油的生產過程當中 亦會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 身為一個石油大國 挪威盡心研發二氧化碳儲存的技術 在生產石油的時候,捕捉廢氣 然後儲存在深海海藏之中 除此之外,近年它們也積極開發另一種能源 天然氣 當我們採用一些化石燃料 例如煤、石油或者天然氣的時候 它們會釋放一些對環境有影響的氣體 例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 因為這些燃料的化學結構有所不同 所以釋放這些氣體的含量也有不同 現在在現階段來說 因為在生能源的成本效益 未到很高的水平的時候 天然氣仍然是一個比較乾淨和比較好的能源 既然用任何化石燃料都會排放溫室氣體 最環保的做法當然是用少一點能源 生活在一個現代化城市的香港人 又可以怎樣折省資源 今天我們來到基電工程處的總部大樓 我們總部大樓的設計是以一個重建和環保概念設計 我們在建造過程的時候 保留了大部分原油的結構和運營土 這方面我們可以減少建築廢物的產生 以及進一步減少能源的消耗 減少了的廢料就可以足以將一個足球場 四層樓的建築物完全填滿 我們也可以減少了六至八億的建築費用 這座大樓還設有相當多的節能裝置 好像在它的外牆有這些擋陽板 可以避免陽光直射入辦公室 降低室內溫度 這樣就可以開小一點冷氣了 我們身後面這一套 就是全港最大型的太陽能光伏系統 是由二千三百塊的光伏板組成的 每年幫我們產生出 大概30至40萬度電 相等於這個大樓的 用3至40%的用電量 太陽能光伏系統 都是一些可載新能源的系統 可以幫助我們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從而可以減低我們燃燒化石燃料 所產生的溫質氣體 除此以外,還有這一套照明系統 就眼看它跟一般的燈膽沒什麼分別 實際上,它可以將陽光 以反射和折射的方式引入室內 完全不用用電 一節採光導管的光亮度 還相等於四個十一瓦特的省電膽 在空調方面,我們採用鞍來做雪種 由於鞍本身是零排放 所以對我們的抽氧塵不會有影響 再加上鞍本身是一個較高效能的雪種 比一般的雪種高出三成 所以就會更加省電和省錢 一座大樓就有這麼多哲能的好辦法 其實要做到珍惜資源 關愛地球也不是很難 對